这个手机它是无线充电 这就省事了 用不着我老插拔它 我往这一割 它自动就给我充电 除了这个还一个优点 你看我瞎了吧唧的 我一看它我就得这么看 它马上就出一行字 锯屏幕太近了 远离一点吧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 这太有用了 人的眼睛 尤其我这眼睛 我是摄影记者 尽管已经有二十多年 他们不给我派活了 但是我也得是靠眼睛看呢 我要是都看不见 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准 我就拍不来 我拍不来你们看什么呢 是吧 尤其我喜欢玩的这些东西 我认为人生重要的是玩 我玩的这些相机 都是手动的 手动的眼睛看不见就虚 它不像现在 M40P全自动的 而且这屏幕这么大 你看得很清楚 看不清楚 更重要的 眼睛是发现 不是看得清楚不清楚 同样你看这个场景 你可能只看了 你看不见 我能看见 我瞎了吧唧的这眼睛 我从小就喜欢自由主义 尽管那个 共产党宣言里边也说 在那里都好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句号 但我小时候 干的好多事 都是大人不爱干的 比如我爱看小人书 小的时候灯不行 都是黄灯泡啊 那个黄灯泡又费电 光线又不好 夏天还热 没地儿看 就偷着跑到 我们那时候叫观毛房 或公共厕所里边偷着去看 眼睛就全看坏了 眼睛看坏了 是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 那会儿要有这手机 说提醒 你已经离得太近了啊 我就 我就 我不就改正了吗 我常年一个人 在世界各地危险的採访也是 短暂的结婚 又离婚 后来我就知道 这是某博士说的 我只可远观 不可近看 所以我也不害人 我也不害己 我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比较简单 冷了就穿大棉裤 我就是极端的 我大棉裤里边都没有衬裤 我就穿衬裤 这么大岁数 太累 这个 一下就穿进去了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你的判断和你的行动 那时候我在汤姆森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说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按我们中国话特简单 就是伸手敏捷 还不是伸手敏捷 思维敏捷 就适合当这摄影师 眼睛看见 脑子就想着 手里就调着 脚就往那走 到那咔嚓一下 就决定成瞬间 但是也有缺点 像我 要是别人 夫妻两口子 密谋点什么 或者说 整天跟别人在一起 有参谋 有秘书 有什么 他就可能 人生设计的更好 我不是 我从来 我想到一个地儿 我就去 往好了就说 没有任何阻力 管他呢 他妈的 开 双开就双开 我先去了再说 当然我没抢过银行 我没强奸过妇女 自认为 别说强奸妇女 勾的妇女都没勾的过 我没强迫过别人 别人来 我也弄不出什么丑闻来 像CCTV那个人 像什么什么豹的 什么有私生子 我还巴不得 我有私生子呢 真后悔 当时候的时候 精力旺盛的时候 当播种机的时候 没多薄点种 一个人的时候 他想到哪儿 就坐到哪儿 没有人阻力 而且像我这 一米八四九十公斤 一般人拦也拦不住 我一旦想干一件事上 拔腿就走 而且我掌握好多技能 不像张开元 他屁也不会 我自己照相 我自己写作 我自己翻译 我会好几国外语呢 当然 哪国都不经了 是吧 我会法语 俄语 阿拉伯语 乌尔都语 西伯来语 还什么语 而且会的都是特偏的 一般人都不会说 比如德语 我会说小宝贝 克莱嫩 我会说 德语的哲学里边 人生就是吃 喝 睡觉 拽 我那次去把这交给一个 交给一个王胖子 我说你学会这四句话 你在说德语的国家 白吃白喝 他不信 他就去了那个凯弥斯基 一帮老德国人正在这待着呢 他就过去说 埃森 埃森是吃 埃森 你帮德国人看了他一眼 以为他是要饭 他又说 沙芬 沙芬就是醉酒 那德国人就咧开大嘴了 第三句他说 睡觉 睡觉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Lieber machen 做爱 埃森 沙芬 Slaven Lieber machen 想到哪 说到哪 做到哪 今天晚上 那个打架的 要打架 我手头没别的相机了 这焦距太短 35毫米 我拿这拍 拍打架的去